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满天都是吗 不是 我最初觉得我一向对这种事不吭声 然后你知道我就是看到他们第一次给我看配方写着东西的时候 我都没认真看我就笑笑放那了 然后你知道我就看着今天有人给我打电话 明天那个报纸要我的电话 我就看着一件事是怎么样滚的 慢慢慢慢慢慢真成了一个事了 你说这个社会非常有意思 就是都是八卦 我觉得现在大陆的媒体就跟香港很像 平常比如指东我们在香港看香港的媒体 这事怎么吵起来就这样 不过现在大陆还好 你刚刚还能够说 你能够说出慢慢看着他成事 就他速度还是太慢 效率不高 没错 而且呢我就觉得像这事吧 挺他有他有意思的地方 为什么呢 他怎么就能够一下子吵得这么大 我一开始啊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吭声 他们都在说吗 其实啊 做贼心虚 做贼心虚 其实是什么呢 我一向都不吭声 我不喜欢跟你们了解事 对吧 但是呢我主要有三个障碍 一个障碍是什么呢 一个障碍就是我是男的 配方是女的 这中国人都知道 对吧 好难被女的 再一个障碍呢 以我们对他的了解 我对他的这个精神状态啊 没把握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啊 他是咱们早期腔腔的嘉宾之一 怎么说当年都是咱们的有功之臣 就为这件事本身 什么时候也得谢谢啊 对吧 你甭管他以后怎么着 所以说 我就觉得啊 哎呀你怎么能够 我不想说半句对他不利的话 可是现在这问题是什么呢 有点出圈了 我跟你说 我个人的名誉 无所谓 你说我皮条客 你说我嫖客 我都无所谓 我心里有时候就想 我说配方啊 你这 如果你只冲我一个人 如果我是个个体户啊 不涉及到第二个人 不涉及到第三方 你看看我 我绝对不吭声 你叫我什么 那叫叫什么来着 笑骂游人 撒脱地做人 笑骂游人 撒脱地做人 你爱说我什么 说我什么 这我都可以不在乎 但是现在问题是什么 到后来弄的 皆知相闻 尽人皆知 你知道吗 而且我可以不在乎 我个人名誉 但是凤凰 他很爱惜 他的这个声誉 说还发表什么声明呢 发表声明 你知道你发表声明 那报纸不给你登 你知道吗 当然 然后那台湾报纸都登了 而且特别是 他连累到什么呢 他连累到咱们台这个 女主持人 所有的这个女主持人 你知道到后来 我的感觉是什么 我说我不吭声 我不吭声 好像因为你点了我嘛 所以我现在的感觉 就好像是我一个人 我连累凤凰 我连累我最爱的 咱们这一大批女主持人 你明白吗 这就恶心了吗 对文涛 我想这样 你这么说 有些观众 大概还不清楚 你说了什么事 这个又连累了女主持人 你要不要简单的 先说一下 这就一回事 对吧 就是说呀 他不是写个博客吗 就是讲 这个是九年前吧 九年前半夜 我给他打电话 好像不止九 不是九年吗 牛那么久吗 反正几年 好几年前了 几年前打电话 半夜给他打电话 然后呢 这就是说 帮着这个我们一位大陆区广告事务的这个总监 拉皮条 潜规则 然后呢 所以导致他的一个当年的一个什么情感配方节目 不能做了 就因为他不愿意 他不从 所以说现在满世界给我的新形象是个拉皮条的 对 而且都让人觉得能上枪枪三人行这节目的嘉宾都也都是潜规则过的 比如说尤其我们两个 对吧 今天我觉得我们也得好好拿出来讲一讲了 干了那干最久就我们俩了 都从了那么多年了 被潜的最多了 最冤就我们 今天我 我还好好给你兜兜了 要说潜规则 我得是一同志潜规则 没错 上的最多的就是你们俩 就我们俩 屁股现在还疼 所以就是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这个不需要澄清的事情 假问题去澄清它 这就叫没劲 你知道吗 不需要解释的事情 你要去解释 这就叫恶心 但是我看了那个他这个博客 他没说什么 他就是说晚上你给他打电话 说过来开个会 他说我睡了 但是开会呀 那就是过来开会又怎么样呢 好 但是 你说到关键 没有说别的 你说到关键 他们 他们关心的 你不要注意力放在配方身上 整个注意力 你要看到现在这个社会 人心是个什么样子 这些八卦媒体 在这推波助澜 在这犯坏设局 你要利用他的这个东西 所以说 这到后来就变成什么呢 像你说的这事 我太清楚某些人的心思了 所以为什么我说 今天咱们聊这事啊 我得把这个细肉放在最后 我现在有细肉了 我到底有没有 我知道了 我昨天整天在琢磨这事 我数了一下我们历廉的女嘉宾 真有细肉 你记得我们这潜规则 你要说起来潜的最厉害是谁啊 奴役 别瞎说 喂 奴役不止上过这节目当嘉宾 奴役是除了我之外 唯一一个人是替过他攻的 达到这程度 那奴役给潜的多厉害 多狠啊 最后我再跟你揭晓 我现在就跟你说 这个所以说我就说 咱们枪枪的这个嘉宾呢 也算有能耐 出去一个在外边 他都能先锋起浪的 而且呢 而且还要感谢 他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话题 很值得聊的话题 你没觉得这个2008年头年尾 就这些天 这 我有时候想啊 我说这些八卦媒体 在编辑部里 这些人 哎呦 他得高兴成什么样啊 在这儿可真是风起云涌 我知道 我知道 是不是各个电视台 都有点心闻 对 人家不让人家单寂寞 我才红了两天 就有人接班了 对 为什么 我说 很值得聊 第一个 我觉得这也好 非要 非要 就好比说 有些人他要跟你犯恶心嘛 那你说你在这个社会里 你面临这个处境 你说我这儿你恶心 我不搭理你 可是他把恶心弄得满天都是 弄得 你的意思是那些记者 在那里夸张 不实的 这什么意思 社局啊 我觉得 为什么 我说他们高兴啊 你就说 我就说咱可以回顾一下 强强三人行这十年 这也是个话题 咱们到2008年3月份 咱们就整十年了 我其实 抗战才八年 我确实有一种啊 想这个怀念一下 当年老嘉宾的这个 咱卖声卖了那么久了 没错 真是没想到 这个心情 我给你们看看 发挥娱乐 发挥了这么久了 没错 咱们来看看这些照片 你看这是配方 这是我们早期枪枪的这个嘉宾之一了 还有呢 这是秀源 秀源其实现在有的时候还做 你再看这个 这是潘杰 潘杰也是最早期的 这个女嘉宾 然后还有广美 广美现在呢 也还能经常来 莫丑 然后呢 这个张坚庭 也是我们这个 嘉宾 导演 十年前了 然后呢 还有这一位 这个马家辉 这是香港才子 对 没错 然后还有这一位 李纯恩 你知道我为什么想 给他给咱们这个老观众 再看看呢 我真的是现在 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 这十年吧 这些个早期的嘉宾 有的呢 是因为人家的个人原因 不想做了 不能做了 也有的呢 是因为我们节目 这个需要改变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曾经在节目里说过 这我心深处啊 我都觉得他们是 枪枪大家庭里的 你十周年的时候 搞个纪念吧 对 本来就有这个想法 也是因为这个 一个节目做十年不容易 对不对 对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 我就说 哎呀 就别吭声了 就别说这事了 已经够恶心的了 而且你知道 我自己心里 还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呢 我说这些个报道 这些个玩意儿 任何一个神志正常的人 谁信呢 可是啊 我们有一个领导跟我说 说你不要高估人民 不是 你至少不要高估少数人民 部分人民的智力 他说你看 一个报道后边的这个跟帖 因为我工作太忙了 我只能看二十个 但是你看啊 我就有一个发现 这也算是个统计 从一到二十个跟帖 有一个转变 没有转变 全是说诸如此类的 就比如说 都闻到这个猥琐的家伙 我早就看的不是东西 你看 拉皮条了吧 拉皮条了吧 或者说什么 就什么潜规则了 就全是这个 这从一到二十 没有一个人说过一句说 真的吗 你知道吗 没有 就是说真的是 你不说 你就是默认 现在就是这样啊 而且呢 全世界 你要知道 这脸丢的全世界 凤凰卫视这个 全世界华人的媒体 台湾报纸都登了 中国时报放第二版 我们女主持的妈妈 都跟女主持说 怎么回事啊 我们女儿在台里这么辛苦工作 才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绩 这倒给人为 所以你们要发法律 你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是 我觉得我的感觉是 我我连累这么多女主持 凤凰这帮 这一批女主持 为什么我说理智正常的人 谁看 有眼睛的人看看 这一批女主持人 放在全国任何一个电视台 她都是中国第一流的女主持 如果是潜规则 她能有今天这样的阵容吗 这不是任何一个 这用说吗 我觉得太 但是呢 你这些媒体 谎言重复千遍 我就发现就是这样啊 说说说 揭知相闻 谁都问 包括甚至到了 咱说有些小人 我们不理你 可以吧 但是问题在于 有些凤凰的朋友 你现在也打电话 来问 来弄 你说这事 咱能 咱能再不吭声吗 我不是说我 那这么多 连累这么多人呢 不过我觉得很好玩的是什么 就是说 先说回那件事的关键 关键其实就是 我们皮条豆那个电话 那个电话说晚上来开会 好 这个细肉 文道说 导演说先去广告 要不然他们转台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好 猛料我先留着 你们两个来说说 我觉得它是个话题 倒不是说只讲咱们 你说最近这个 这些个事情 引起你们一些什么感想 首先我在想的就是 这个媒体怎么处理这件事 我看到的就是 媒体当然有很多的 就是访问配方啊 然后从他的博客 还有主要是南都周刊 那个访问里面衍生出去 我觉得如果媒体 比如说像公正的话 即使像在处理这么八卦的 娱乐的事情 从公正的角度来看 他应该要给一个 双方都说话的机会 比如说他访问了过配方 那么郑配方呢 他就说了他自己 对这件事的一个理解 一个认识 一个版本 他是不是应该也要让那些 被配方所指 有潜规则的传媒 比如说像凤凰卫视 或者其他人 也有一个说话的机会来澄清 然后呢 我们应该相信读者的智慧 你刚刚说 我们不要高股部分 人民群众的智慧 我的看法是这样 我从来都相信他们的智慧 只要你给了充足的资讯 你给了充足的双方的观点 他还有这么一个问题 因为一出这事 是有那些八卦小报找我 但我不理他们 我为什么不理他们 你就好比说呀 中国有十亿人 是不是谁在网上说 德文涛是一小偷 我就得出来回应 当然不是 成秋 当然不是 那我得改行 但是文涛 但你刚刚也说 这事影响大了 对 后来闹大了 后来闹大了 所以这事我觉得 是应该这么做 第二呢 就是假如那些采访你的人 或者那些去 再继续跟进的人 他可能有阴暗的心理 比如说你无论怎么说 他都不相信 这个心理 我就觉得很值得研究 就像你刚刚说 从第一到第二 是个跟帖 都在骂你 都在说潜规则的事 他反映个什么东西 他反映的就是 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大家原来都相信 这世界上的潜规则 是无处不在的 尤其是比如说 像这种围绕着 女性的演艺人员 主持人 他们身边 一定有很多潜规则 就大家都是觉得 这是必然存在的 对 有有名的个性 对人家传的 没错 所以这时候呢 你任何一个节目 像你的节目 或者像我们台的节目 被人传出 有这样的消息的时候 大家的第一个反应 不是去查证 他的第一个反应 是觉得你看 又印证了 我们之前的一个想法 就是娱乐圈 影异圈 传媒界 到处都是潜规则 包括我们 这很可怕 但是有一个底线 就是不能捏造事实 不能跟事实有出入 其实不重要 我知道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 比方说 现在很多这样的事情 比方说感情上有问题 或者工作 关系上有问题 总之是有纠纷 那一方呢 他觉得他是弱者 他能够在牌里里边解决 那就不成问题了 基本上他在牌里里边 打不过 然后他就不安排里出牌 你老师 你是我丈夫 你跟我对我不好 那你在做讲座的时候 我就跑到讲坛上去 跟学生不要信他的 对不对 那碰到这种 就现在很多了 类似这样的情况 碰到这种事情里边 就有两个关键 第一个关键是 你私人的事情 占用了公众的台面 这个是 假如你自己也是老师的话 那很显然 你是违背职业道德 你自己不是老师 那你扰乱了公众秩序 就算这件事情 它是你是全部有道理 它是城市美 它是什么 但你不能用这样的程序 这是一 第二这里边 还有个很关键 怎么来保护 因为全世界 都有这样的事情 这不是中国的安有 那就是说 他讲的事情 是不是违反基本事实 否则的话 他就有法律责任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 可以出来瞎编 你知道 对 你不是 你好比你看那 有的那个 那个破周刊 问那问题 就说 凤凰 你有多少比例的主持人 是什么 潜规则 然后呢 登出来的回答 是什么呢 就是啊 凡是没能力 的花瓶式的女主持 都潜规则了 那这话 这话站得住脚吗 这个在法律上来讲 最关键的就是 潜规则这个字 假如从法庭上来讲 就潜规则这个字 怎么来理解 我们现在大家是对 它一个形容词的理解 它唯一可以辩解 假如我是配方的话 我就可以辩解说 我是一个形容词啊 我没说潜规则是什么 潜规则可能就是吃顿饭啊 你明白吗 他假如说他现在的话说 凡是什么什么样的人 都跟领导发生过 什么关系 假如是这样的话 这就有法律责任了 现在的关键 在我看来 就是这个词本身 你要建设到法律的话 它的意思 大家都这样在理解 但是问题是 他用的是一个形容词 我自己觉得这类事情 直到最后 一定要输出法律手段 没有没有 直动我觉得不是这样 不输出法律手段 完全不是 跟法律完全无关 也跟事实完全无关 像你刚刚你说的很对 你说我们要搞清楚事实 理性上我们都知道 但为什么我说 它跟事实无关 也跟法律无关呢 因为我刚刚想强调 这是一个集体的社会心理 是我们现在 13亿中国老百姓 认知我们的社会的一种方式 一种框架 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商人发财 我们就觉得背后一定有猫腻 我们看到一个官 有时候一些地方官 怎么样 我们就说他背后有贪腐 看到一个演艺人红 我们就说后面有潜规则 他反映出来是这种集体心理 你知道吗 你跟我去广告 我觉得你说的对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为什么说 我对文道说的很有感应 就说一般人 你那叫太外行了 你都不懂这里边的事 所以我为什么说 咱们要有 这个民族需要有科学思维 对待任何事情 对吧 你得了解 你比如说很多人就觉得 他红他一定是潜规则 你知道我们做节目有多难吗 我们的电视台 不是垄断性的 强制收看的电视台 那如果观众不欢迎啊 你就没有办法生存 谁敢拿自己饭碗开玩笑 比如枪枪三人行 就仨人 我弄一潜规则 我不砸我自个儿饭碗吗 这东西 你比如说 我跟你说电视啊 它跟电影还不一样 你电影吧 你说潜规则一个 反正你观众骂就骂吧 我拍是拍了 电视节目 它是天天的呀 那说老实话 腔腔三人行 你知道 早期咱们发家 一开头 聊的是情色男女 记得吗 那个时候你们还都没来 后来啊 十年了 这节目得发点变化 光聊那个太低了吧 你看咱们现在 多胸怀天下啊 无所 整天旷乱 对对对 无所不谈 所以对嘉宾的需要 就变了 这个变化也是自然的 为什么我们去北京 北京去找人呢 你可不知道 我找个嘉宾多难呢 为什么老是撒男的 因为这个 我觉得中国观众 对女嘉宾比较挑剔 太难了 你这个有的嘉宾 甚至可以说 给观众连续骂下去的 我们不敢再这么用 因为我这是要做节目 而且还有一个 你刚刚说的很对啊 就是电视啊 其实不止电视 任何行业 你要发生那种 所谓的潜规则 那种贪污 或者怎么样啊 它通常是发生在一个 没有完全市场竞争的状况下 就比如说 我是个这个国家 唯一最大的电视台 我垄断了 然后我有个 超级黄金党节目 是全国90%以上人 都得看 没有竞争的 这时候 它里面可能就会出现 很多关于潜规则的传闻 大家就比较会相信 但是你比如说 像一般我们靠收视率 定生死的这种电视台 我弄一个潜规则 然后那要是不行的 你说这怎么办 我觉得你们把潜规则 这个字啊 弄得狭义了 你们现在好像变成了潜 我不知道 吴斯原来的定义是什么样 你们现在好像是用来专指 就是权钱交易 和信跟权的交易 好像是专指这样的一个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就起码只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脉络 就是电视 但是实际上 潜规则应该是一种 就是说 在正式签的合约之外的一些游戏规则 对 没错 就是大家心知肚明 但虽然没写出来 但是实际上 在某种意义上 就是行规啊 你知道 你有很多圈子里的行规啊 是不是以文字写出来的 我懂你意思 比方我们一再讨论过 在香港有很多演员 导演 但从来没听 看到所有演员跑出来 说导演怎么怎么样的 你明白吗 就是假如有人说的话 他违背的是什么 他违背的是这个行规 然后他就会被 他就永远离开这一行了 没有 不一样 不一样 你刚刚说那个东西啊 那种行规跟我们现在说 这个脉络底下讲的潜规则 是完全两码事 所以我觉得你们把潜规则 这个字用得太小意思 没有 但是在这个潜规则 也是正好是配方讲的潜规则 你们自己用这个字 而且也是全行媒体 现在都这么用 因为你如果说 航规 什么叫航规呢 我举一下 像香港狗仔队很狠 对不对 什么人都敢追 什么人的绯闻都敢碰 哪管你是高官巨富 或者是演艺界大腕 但是你仔细看 哎呀 坏了 节目时间到了 哎呀 你细肉呢 明天我就聊两集 行吗 聊两集 明天我一定 我一定 你记得啊 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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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我 我 你 我